1,2,3,Action! Hello,大家好,我是神浩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! 今天要跟你一起研究的就是 10个Mac最主要的快捷键 这个是完全属于FIDER的 这边请让我打一个小广告 神浩TV会一直更新关于MacBook和MacOS的使用小技巧 如果不想错过这方面的资讯的话 就请订阅神浩TV,然后点击旁边的小订单 那么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关于我的影片发布的通知 不管你是为了提高你的工作效率 还是为了装B 懂得这些快捷键呢,绝对有用 这里呢,我们就来看看 哪一些是在FIDER最有用的10个快捷键 那我们去看吧 选择全部呢,就是按Cmd-A 就可以选择完所有的Folder Create一个新的Folder 就按Cmd-Shift-N 然后你可以马上改名字 如何Rename跟改 重新命名这个Folder的名字 只要按Enter 然后就可以改名字了 如何Copy & Paste 这个Folder 你可以按Cmd-C 就是Copy 然后选择另外一个地方 然后按Cmd-V 它就会把这个Folder copy过去了 如果你是想要Cut & Paste 这个Folder的话呢 你可以选择按Cmd-C 然后再点击你要去的地方 按Cmd-Option-V 它就会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 你想要Reverse回来这个Action的话 你就按Cmd-Z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要在这些Folder里面找你要的Far 你只要按Cmd-F 开多一个新的Finder的视窗 你只要按Cmd-N 如果你是想开多一个TED在这个Action的话 你只要按Cmd-T 它就会开多一个在旁边了 如果你想要打开这个文件夹的话呢 只要按Cmd-O 就可以了 以上就是我要跟你分享的 MacBook和MacOS的实用小技巧 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呢 就给个赞 然后分享给你有需要的朋友 如果可以的话 就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哪一个Shot Card Key 对你来说是非常有用的 我是圣浩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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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